注意看,这条小猛鼠睡得真香 忽然,一声枪响,把他惊醒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处神枪手的靶心中 他四处查看,只见一个个罐子都被击住 最后一个罐子,神枪手举起98K 摒弃凝神,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 可能这把枪是中国制造的 在抠动扳机时,竟然卡壳了 神枪手只能重新上膛 下一秒 果然是神枪手,子弹转弯都能击中目标 壳里面的小猛鼠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随着罐子越滚越快 最终停在一堆白鬼面前 小猛鼠一时手足无措 不知该何去何从 但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 因为捕猎高手老鹰从他身旁飞过 将他视为猎物 随后,这头高大的猛青站在仙人掌上 准备找准时机出手 称小猛鼠不注意 老鹰奋力一跃 但小猛鼠身手敏捷 身材娇小 一次又一次的躲过捕杀 老鹰只能调整捕猎策略 他再次落在仙人掌上 俯瞰小猛鼠的逃亡路线 而此时的小猛鼠根本不敢停下 只能拼命狂奔 两只小腿跑出了四只腿的速度 但老鹰却紧追不舍 仿佛吃定了小老鼠似的 跑在最后一刻 小猛鼠成功躲进了塑料框内 拼命挣扎 但老鹰依然没有放弃 他先是探头查看 然后伸出那锋利的大爪爪 就在这时 专门被打开 吓走了老鹰 就这样 小猛鼠在框里 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与休憩 晚上 小猛鼠又醒了 他独自起来寻找食物 运气还不错 他饱餐一顿后 还有剩余的碎块 他必须找地方 把食物藏起来 于是来到了一个靴子面前 小猛鼠思考片刻 刚想进去 一只毒蝎子 却从里面爬的出来 然后快速爬到小猛鼠面前 挥舞着自己的 剧毒锋利的尾巴